哈喽 上几个的话我们是已经学到了那个扒充前奏 对吧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个HTB协议 以及这个Chrome的这个浏览线的抓包工具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HTB协议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后面的扒充程序当中 我们会不断的会使用到这个HTB协议当中的一些质点 来跟大家去讲解这个代码吧 比如说这个UR里面的话它有几部分组成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请求它常用的有哪几种方法 然后这个请求投入当中有哪几种常用的这个参数 对吧 那么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懂的话 后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代码啊 你可能就会一领奔逼的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有必要啊 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的在后期啊 网络排除当中会用到的一些真的质点啊 但是这个地方啊要跟大家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不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这个HTB协议是怎么 怎么发送呢 它底层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不会这样系统的去讲解 我们只会就按照我们这个扒充里面会用到的那些啊 那些技术要点去跟大家去讲解了吧 那么如果我们系统的跟大家去讲解这个HTB协议的话啊 那么就是不是一生不是一两句课的事情呢 那就好好多时间的去讲了对吧 好那么我们这里就啊 会会超过我们这个课程的那个呃 大杆了对吧 好那么我们这里吧 首先的话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什么是HTB以及个什么是HTBs的一个真的协议啊 那么HTB协议啊 它全是那个超文全是HIP test transfer protocol啊 这我意思就是超文本传输协议啊 什么叫做超文本呢 就是HTML的话就是就是相对是超文本啊 超文本传输协议就是HTML啊 这种这种代码这种这种页面啊 它传输的一个真的协议啊 那么服务器的端口的话 默认就是那个80端口啊 80端口啊 然后第二个是HTBs协议 HTBs协议的话 它是HTB协议的一个的一个升级版本 一个加密的版本啊 它是在HTB这个协议下面啊 加了一个SL SSL层 让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数据传输更加安全 更加啊 那个安全一点啊 就是它会将这些数据给它进行加密 再进行传输吧 那么服务器的端口的话 默认使用的是那个443端口 HTB协议是443端口 SB协议它的端口是80端口 这个的话大家需要注意 把它需要注意啊 好 那么讲到这个SB协议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的流浪器当中 我们去发送一个HTB请求的 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这个流浪器当中 输入了一个摆途 按下那个8J 那么的话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啊 好 第一点是什么呢 当用话 当你在流浪器当中 流浪器的地址栏中 输入一个UR 并且按下回车键之后啊 浏览会 浏览器啊 浏览器会向SB服务器 比如说你现在发送一个百多对 那么的话 他就会向百多的这个服务器 发送一个这样的HTB的请求 那么HTB请求主要分为啊 这个get的请求 以及这个post的请求 好吧 这个的话我后期 后面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一些讲解啊 好 那么这是一个哈 就是你按下按着键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流浪器就会给那个服务器发送一个真的HTB的请求 对吧 好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流浪器当中输入这个URL 百多点看我们的时候 对吧 流浪器啊 发送一个什么呢 request请求去获取啊 去发送一个那种HTB请求对吧 那么他去获取这个百多这个啊 网址所对应的那个HTB那个文件啊 那么我们服务器 比如说百多的服务器 他接受到的你这个请求以后 他就会将他啊 服务器上面的那个百多的那个呃文件 那个首页的那个文件啊 然后的话返回给我们的流浪器啊 返回给我们的流浪器 那么流浪器分析这个response当中这个HTML啊 也就是分析这个啊 流浪分析这个服务器返回的这个响应当中的这些代码啊 然后发现其中有很多这种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有images文件 有sense文件 有jense文件 那么流浪器的话 他会自动的再次发送一些这样的请求 去获取这些图片 包括sense文件 以及jense文件这些东西 好吧 这些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啊 输入一个百度 输入一个百度啊 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了百度这个面 然后我们这边右键来检查一下啊 这个chrome这个东西的话 后期我们还会跟大家讲 大家先不要着急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network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查看这些网络 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里面重新 恐怕的加刷新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这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这地方的话是除了发送第一个啊 sense文件 百度点看吧 这个网络请求 是不是还发送一些其他的网络请求啊 他比如说现在的话 他去获取这个什么呢 获取这个sense这个文件啊 他去获取这个cs文件 他去获取这个图片的这些文件啊 那么这些请求的话 是因为啊 是因为他在请求这个3wt百度点看这个网页的时候啊 比如说他把这个网 这个首额的这个网页啊 这些网页 这个网页的这些代码把它给拿下来 那么拿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啊 这个里面我还需要去请求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去获取啊 这个里面我还需要去获取一些这样的图片啊 需要去获取一些这样的gs文件 一些这样的文件 那么的话他拿到这些ul以后 他又会去向百度的服务器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啊 再把这个什么的图片啊 这些sense文件这些sense文件 再把它给请求下来 然后的话再显示在该该显示的那个地方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哈 好 那么第四的话 第四部的话就是什么呢 当啊 所有的文件啊 都下载下来成功以后啊 那么网页的话会根据这个ftml语法结构啊 完整的形式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浏览器当中输入了一个百度点看法 然后按下n键 它会发生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东西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一个重点内容 就是我们本节的一个重点内容啊 就是这个ul的一个这样的详解 好吧 用想解啊 那么你可能之前啊 已经在浏览器当中输入过很多这种ul 但是的话 你可能对这个ul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一致半解 对吧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跟大家来啊 排一解惑 把这个东西全部跟大家讲清楚 好吧 ul ul的话 它什么叫做ul呢 ul它的全称叫做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都要简一下啊 那么中文翻译成中文叫做统一资源定位符 统一资源定位符吧 那么我们先不用管它叫做什么资源定位符 它叫做什么东西啊 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叫法而已 你只要去明白这个什么呢 这个ul它是有几部分组成 它是怎么去写的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是跟大家列出了 我们这个ul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stream stream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访问的访问的那个协议啊 比如说你采用的是http的协议 还是https的协议 还是hftp的这种协议啊 那么这种的话 就是由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stream来就给它指定 好吧 那么如果你这边哈 请求的是那个 使用的是那个https的协议 它这地方就会写是https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那个http协议的话 它这地方就会写是一个http 好吧 好 那么这是这第一点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 host host的话代表的是那个主机名啊 代表的是主机名啊 比如说你去访问那个百度的时候啊 它这个主机名就是百度这个域名 就是3w.百度.com 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的话 它就是3w.百度.com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主机名啊 这个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主机名啊 当然有些主机的话 它没有做那个域名映射 就是就像是这个域名和这个IP地址啊 这个域名和这个IP地址的话 IP地址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的一个电话号码而已啊 一个电话码一样啊 你比如说你现在给某个人打个电话 那么的话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手机号码去打打电话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啊 网络请求当中也一样也一样啊 如果你知道百度这个网站 它的那个服务器 找到它的那个IP地址的话 那么你在这地方直接输入这个IP地址的话 就可以请求到那个百度的服务器上面的那个代码啊 这个服务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直接去输这个IP地址 因为IP地址比较多 不容易记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在我们全球啊 就一个叫做DNS的一个东西啊 DNS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你电话里面的那个电话包啊 那个电话铺啊 就是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名字 然后这个名字的话 映射一个这样的手机号码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域名 一个网址啊 映射一个什么呢 映射一个IP地址啊 映射一个IP地址 所以你在这地方的话 去请就这个百度这个页面的话 你这个地方可以输入那个什么呢 输入那个IP地址 也可以输入这个域名啊 就像是我们打电话页 我直接输入对方的那个手交码 以及我或者是我在我手机里面去点击 比如说 父母啊 是爸爸还是妈妈 这样点一下去打电话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对吧 都是一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主机名啊 主机名啊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Pod啊 冒号后面的话 冒号后面跟的是一个那什么呢 Pod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那个端口啊 端口啊 之前我们跟他在讲过是吧 那么如果你采用的是这个HTB协议的话 他采用的那个端口是80端口啊 才是80端口啊 说的话 其实我们之间啊 呃 我们这的话啊 因为我们这个百度的话 他其实支持这个HTBs以及这个HTB的啊 那么如果你输入的是这个HTB这个协议 来走一步啊 他会给你重定向到这个HTBs的这个网址上面去 明白意思吧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们再来找些另外一个我们来找个解数吧 呃 不要找这个百度 因为他会重定向到这个HTBs的吧 解数这个网址的话 他就是一个HTB的协议啊 叫他就这个HTB的协议 明白意思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啊 我们这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啊 在输入这个UR的时候 我们输入这个解数点看了 也可以访问的这个网址呢 为什么我们不输入这个端口 也能够访问的这个网址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浏览器 他自动的给我们把这个端口给他加上去了 明白意思吧 因为他因为我们浏览器啊 现在已经发展资金了 他就知道你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在这个页面 在这个地址栏当中输入一个UR的时候 肯定是去请求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个页面 对吧 那么这的话肯定采用的是这个HTB的 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这个浏览器 他会用 他就会自动的在这个后面 给你加一个80档口 给你加个80档口 没有算 所以这的话 你即使在这个后面加一个80档口 或者不加 我们浏览器 其实已经自己给你加上去了 就是我们浏览器 他给你访问 做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给你加上去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下单 好 那么这个是端口 这个是端口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pass pass的话就是我们 要请求我们网站上面的某一个页面 对吧 某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我想要去找一下这篇文章 那么的话 我们这篇文章 它是在哪个下面呢 它是在这个 往这个简术 这个时候下面的 那个什么的 p 这个pass下面 以及下面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一部分就叫做pass 明白吗 就叫做pass 因为在我们的网页里面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域名下面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服务器上面的话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页面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都放在首页 对不对 你肯定有其他的页面 那么这些其他页面的话 它就是通过pass来给它进行虚关的 好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页面 它就是在这个pass 然后的话 这个下面 在这个下面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pass 就是后面这部分 就是端口后面斜干 后面这部分就是pass 这部分就是pass 好吧 好 然后后面跟一个问号 q 和问号 xx等于xx的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 叫做查询自传 叫做查询自传 比如说你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百度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百度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输入一个python 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个python 那么的话 它这个地方 这部分 我们来分析一下 前面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是我们的那个域名 对吧 我们那个域名 前面这部分的话是那个stream 然后这部分的话是那个host 就那个主机名 对不对 后面这部分的话 鞋帮后面这部分的话 是什么呢 是pass 对不对 后面这部分问号 后面 wd等于python 这部分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查询自传 就是我们的查询自传 查询自传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后面的查询自传比较多 wd等于python 这部分 它就相对是 wd等于python 在我们的这个百度服务器的话 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wd 这个key 其实就相对是我们python当中的这个字典一样 wd相对是个key python就相对是个value一样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组合在一起 就相对是你的名字叫做什么 对不对 把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让的话传给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如果你有多个参数 比如说你后面还传一下传一下其他参数 那么的话就是通过add符号来进行 来把这些参数来进行分割 来进行分割 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参数是wd等于python 第二个参数是这个东西 第三个参数是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其实后面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我们的查信资账 都是这个查信资账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查信资账 好 下面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 锚点 锚点的话 在我们后台一般不用管 就是我们在前端用的会比较多 前端用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锚点的话是一般是在这个网页当中定位的用的比较多啊 在网页当中定位用的比较多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刘道华啊 输入一个刘道华 然后我点一下进去啊 点一下进去啊 这样的话就来到这个刘道华 就是我的偶像的这个 百度百客的这个界面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锚点啊 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在演示一下 哪个地方会看到这个锚点呢 我们来往下面走一下啊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点一下这个2 你看一下顶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警号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商调啊 重新走一下 是来到这个顶页顶部这个页面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啊 我如果我这个地方啊 点一下这个3 它是不是来到了个人生活的这部分啊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锚点改成4 这个它是不是来到主要作品 就是这个4这个部分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锚点这个的话啊 就是我们前一段 它在啊 它在并为我们一个页面当中 具体这个流浪器应该滚动到哪一个地方啊 用的啊 这个东西的话 在前一段用的比较多 好吧 在前一段用的比较多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锚点啊 这个就是锚点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再跟大家讲一点什么呢 在流浪器当中 如果你请求一个URL啊 那么流浪器的话 会对这个URL进行一个编码啊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话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你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python 对吧 输一个流浪华啊 那么其实的话 这个呃 在呃 其实你在这个浏览器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 你看看的话 这里面它是一个流浪华三个中文 对不对 其实的话 我们这个浏览器哈 我们chrome浏览器 它向百度这个服务器发送流浪华三个字 这个我做网络请求的时候 它其实将流浪华这三个字给它进行的编码 给它进行的编码 那么怎么验证我的这个说法呢 非常简单 我们来打开一下一个sublight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新建一个啊 可能加V 我是把刚刚的我们这个UIL啊 可能加C 然后的话 拿放到我们这个地方 可能加V 你可以看到 它中间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不再是一个流浪华三个字的 而是给它进行编码的吧 对 那么我们这个呃 这个的话 UIL这部分啊 也是我们HDP协议当中规定好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除在UIL当中哈 除了英文啊 以及字母 以及数字 呃 除了英文字母 还有数字 还有那个什么呢 部分的符号外 其他的全部都使用这个百分号 再加上16进制形式来给它进行编码 明白算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是不是百分号 然后再加上15 就是给它进行编码啊 那么这两个的话 代表的是一个字符 代表的是一个字符啊 经过这种形式给它进行编码 然后再传送 传送给我们的那个百度服务器啊 那么的话 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过编码的 所以以后我们再去写 爬充程序的时候 我们用代码去做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啊 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这个周 有这个周文 有这个特殊字符 那么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我们这个代码 先将这些查询字符啊 这些东西 先给它进行编码 就是说啊 刘德华 比如说刘德华三个字 那么的话 你先将刘德华这几个字啊 这些东西 先把它给编码一下 编码完成以后啊 再才能再去发送给我们的服务器才可以 明白是吧 这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需要注意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的话 因为东西比较多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后面还有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再放到下几个当中 跟大家讲解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